日本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于北京时间3月18日晚 同美国总统拜登就中美关系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就在会谈前几个小时 中国航母山东舰沿着金门航行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 上午10点30左右 山东舰出现在金门西南约30海里处 并被一名乘坐民用航班的乘客拍到 消息人士说 美军伯克级驱逐舰强声号尾随 当时山东舰甲板上没有飞机 向北航行穿过台湾海峡 这也是继2020年12月 山东舰通过台海之后 第二次在台海献宗 中美援手再度通话 是继2021年2月9月11月之后的第四次 美国方面 据白宫发言人普萨基 两方讨论管控两国竞争 俄罗斯对乌战争 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 普萨基称 这是我们为保持中美之间开放沟通渠道 而不断努力的一部分 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拜登将向中国明确表明 中国有责任利用其影响力捍卫国际规则 但北京似乎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 中国将为支持俄罗斯侵略的任何行动承担责任 我们将毫不犹豫地让其付出代价 据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华春莹 二人将就中美关系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不用通话也不用对话 更没有用会晤 熟悉中国外交辞令的人都明白 交换意见大抵可被理解为 各说各话分歧甚大的意思 意义限于传递立场 避免误判寻求理解 就当下来说 给人第一感觉是 这四个字还照顾到了俄罗斯的情绪 念及杨洁篪3月14日 刚刚同美国总统国安顾问沙利文会晤 深入了解对方立场 就更可知道中美分歧之大 习败通话也是为了两国 可以在领导人层级直接寻求突破 相较于宏观的中美关系管理 以及台海贸易等具体问题 两国在乌克兰局势上的取态 无疑是现阶段各界更重视的议题 在这个问题上 中国正在国际舆论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这大抵是源于三个原因 一 美国及其盟友 即便已经发动强力对俄制裁 依旧无法改变俄罗斯 笃定要解决安全问题的决绝态度 欧盟外长伯雷利 更是于3月10日便表示 欧盟对俄罗斯金融制裁能力已达极限 前驴技穷之下 美国若想继续按自己的设想解决乌克兰问题 就必须依赖中国的协助 中国拒绝参与制裁 美国便试图制造舆论施压 二 所谓中国正在国际舆论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更准确的说法是 中国正在西方舆论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只不过西方掌握国际舆论的话语权 要知道即便是勉强也可算入西方阵营的日韩 在参与制裁的同时也并没有苛责中国的表态 更不用说亚非拉地区拒绝参与制裁的大多数国际成员 三 也是更重要的一点 在西方思维观念之下 拒绝制裁俄罗斯便是帮助俄罗斯 便是弃乌克兰于不顾 便是纵容入侵者 西方社会和政府自是抱持这种观点 而受其话语权影响 日本、韩国乃至不少非西方国家 甚至是中国都有不少人抱持这般理解 乃至一些爱国国民面临 究竟该支持政府还是支持道义的纠结与彷徨 与此必须厘清的是 第一 制裁于事无补 且对局面有害无益 第二 中国队伍立场并非国际少数派 第三 西方这套思维是错的 因此 中国并没有也不需要妄自菲薄 北京甚至应当比现在更为光明磊落的 点出西方认知与思维的局限和短视 更为旗帜鲜明的反对美国应对乌克兰局势的方法 究竟谁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 人们需认识到 中国一再拒绝同西方制裁俄罗斯 不仅是为了照顾俄罗斯 更是为了乌克兰好 为了整体乌克兰局面能得到更好的解决 绝非普萨基等人所谓中俄越走越近相互绑定 目前西方解决乌克兰的方式主要有二 一 为乌克兰提供武器 攻其与俄军厮杀 二 制裁俄罗斯 试图令承受代价的俄罗斯停手 问题是 这两个方法都很愚蠢 军备方面 没有人希望乌克兰战事进一步外扩 没有人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也是为何即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逐个在英国 美国 欧盟 加拿大等议会费尽口舌 西方也拒绝直接参与乌克兰战事 在此背景下 即便地再多武器 孤立的乌克兰也打不过俄罗斯 地武器只会加剧俄乌军队伤亡 并延续战争 令平民蒙难 事实上 这也是事实已经证明的 二月底三月初 俄军基本仅针对乌军军事设施进行精准打击 但在西方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后 乌克兰战事一再扩大 双方炮火也更为激烈 伤亡迅速增加 制裁方面 制裁力度本就有限 俄罗斯又早已适应各类制裁多年 且当有人拿刀架在你的喉咙时 你会考虑的只是保命 哪里还会考虑钱财 这就是克里姆林宫和大多俄罗斯人 目前对局势的理解 即便承受再大代价 也要解决安全问题 既然北约拒绝承诺不东扩 那就靠俄罗斯自己实现这个目标 更何况 说实在 俄罗斯民族承受苦难的能力 本就堪慰世界翘楚 所以 即便再严厉的制裁 俄罗斯也不会停手 相反 对俄制裁不仅无法实现俄乌停火的目标 还在造成粮食危机 能源危机等影响力深远的后果 更重要的是 即便中国 印度 东盟 中亚 中东 拉美 非洲 都参与对俄制裁 伤害的也是俄罗斯平民 这是在为未来的冲突 种下仇恨的种子 中国就是应该立场坚定的反战 立场坚定的提供人道支援 立场坚定的反对美国应对乌克兰局势的错误方法 善用自身综合影响力 促救美俄以政治手段解决北约东扩带来的欧洲安全问题 以此促救俄乌停火 并为乌东主权和人民安置问题提供宏观条件 政治智慧和潜在方案 中美之间的议题很多 但美国和西方当前最关注的是乌克兰 美方这两天在会晤前搞小动作 多名官员在乌克兰问题上向中国泼脏水 中方今天下午通过媒体及时高调驳斥 这样的峰会前交锋很不多见 中方的态度已经相当明确 我们不会支持战争 但是美方在发动很肮脏的舆论战 把正常中俄贸易也往中国支持战争上套 像中国如果对俄出口方便食品 出口电子监控设备 他们与支持战争有何干系 美国显然是想阻止中俄贸易的扩大 而在西方与俄停止大部分贸易的情况下 俄罗斯对华贸易升温从长期看几乎是必然的 这是两国的正当权力 中国与欧盟的贸易额去年超过8000亿美元 中美贸易额则超过7500亿美元 而中俄贸易额则略低于1500亿美元 美国以为这样的悬殊差距可以成为压中国让步的杠杆 这一套在贸易战期间中国早就见过了 拿贸易做武器受损的是双方 美方能受的中方都受得了 这样的威胁对中国不管用 美国今年要中期选举 通货膨胀率已经快到8%了 为制裁俄罗斯 美国从封堵改为鼓励委内瑞拉和伊朗出口石油了 在制裁上已经拆东墙补西墙的美国 现在来威胁中国这个世界第一贸易大国 如此自不量力 它不害臊吗 两国元首的会晤毕竟占得高 能够超越美国小官吏的冲动表态 给这两个大国之间找到重要共识 为中美关系指明方向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